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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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啥名气这么大 他这一收卢包做的响 唱得特别好 您听明白了吗 说的是 维坊当地有一户人家 那是相当出名 相当出名 还有什么 弟弟名养海内外 姐姐做的卢包 维坊的全城的驰名 还唱过什么您说说 说先把和一本书 这个书里多次提到高地卢包 这么一说 我跟您说 这神秘的人家 我大概就知道了 在这还得给您卖个关子 走着 看干净 叛香叛香的高米卢包 维坊市民口中有名的姐弟俩 说的是作家莫言和他的二姐 莫言在外食 时时想念家乡和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曾写过一首打油诗 韭菜卢包肥肉丁 白面烙饼 卷大葱 再加一碟豆瓣酱 想不快乐 都不忠 老家高米县的卢包 在莫言的书中也屡次提到 是维坊人最喜欢吃的主食之一 莫言的二姐一家 在当地做卢包是出了名的好吃 范小二今天就走进莫言的二姐家 为大家探寻卢包的做法 这大门好 进去看 一家人好像都在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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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央视回家吃饭的范小二 您好 您是 我是管家的儿媳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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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都是呢 这是母亲 我母亲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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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您一看就能看出来 您应该是 范小二哥 对吧 哎呀 长得真像 真像 您就是范小二姐 特别好 哦 嗯 说得 您身体真好 真好 谢谢 谢谢 这是本家大姐 哦 本家大姐 大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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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好 早就听说啊 在这个咱们这高密这儿 卢包特别的棒 我今天特别冒昧 我想问问 能不能咱做个卢包 我在旁边学学 姑姑的年纪大了 她身体不太舒服 但是她的手艺 我全部学到手了 要不我来教你吧 一会儿给您打菜招 行 好嘞 你终于可以跟姐姐一起啊 来做这个莫言老师 在书里面常写的这个 高密卢包 您告诉我怎么做吧 第一步我们来和面吧 和面 用我们的福利门核桃面粉 麦香味十足 而且适合做各种面食 好 加一点酵母 酵母 三克左右 三克左右 然后我们来酵母 好嘞 然后加水 好 好 好 高密的卢包 它比较有特色 香 椒 香椒 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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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特点 而且关键的是 高密的卢包最大的特点 它肉是酥的 但是它也还比较生 很新鲜 只有我们这卢包 才做得这么好吃 对 揉好了 然后我看也揉得很光滑了 对 让它发一下 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要做馅了 咱需要用什么肉吗 厚手肉 厚手肉 我们以前用的是五花肉 我小叔那个 有一首打油诗嘛 这种有一句话就是 韭菜卢包 肥肉丁 肥肉丁 这就是五花肉 现在为什么用厚手肉了呢 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吃肥肉 就喜欢吃瘦肉 我们先把肉腌一下 好 要生抽 生抽 好嘞 酱油 桃油 再加一点鸡汁 我们这有太太乐的鸡汁 蒸鸡圆汤 入味多汁 我们拌一下 让它腌制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处理菜了 我们下面吃吧 切韭菜 把肉拿上来 好嘞 我们倒进去就可以了 好嘞 肉拿上来了 来吧 放韭菜 再加点香油 香油 好 葱油 葱油 好嘞 拌油了就可以了 拌匀了 我们的面是不是也可以拿上来 准备煲这个鸡汁了 对 我们高米啊 煲鸡汁要全家人一起 和和乐乐的 把以前人请上来吧 好嘞 好嘞 我喊你什么呢 姑姑 咱煲鸡汁吧 来 慢走 姑姑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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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您好 我们一起煲高米鸡汁 还是下地的 就地的一看就是那 擀得中间薄 中间厚 大家可以仔细一看 中间有一个小骨包 是厚的 煎鸡放在四拇指中 然后把线向那里 好 三拇指托起 然后让两个手一缩 而且您这包这个炉包 它是不用捏褶的 是吧 对 包炉包 姑姑实在是按耐不住了 哪有啥呢 这技术都是从我们这边学来的 怎么能失传呢 而且两位老人这技法 也一点不减当年 真的 姑姑我给问你一下 嗯 行 莫言老师回来 是不是你特爱吃这卤包啊 特别爱吃 前一晚有酒菜 搁了咱们就包出来 一晚上吃 吃了大蒜饭 又要吃卤包 又要吃饵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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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您这乐的啊 那弟弟回来的特高兴 随时漏包 我吃饵饭 是 薯饭小 薯饭小啊 您心疼他 嗯 这还是咱一家人啊 都给他做这好吃的 心疼他 所以他把这些感情啊 都写成了这种书 特别特别的棒 那咱这卤包也都包好了 表面都这么光滑搁着了 咱是不是下一步 就该煎这卤包了 我们高兴人不叫煎卤包 那我不懂 我们叫撞卤包 撞卤包 对 好 姑姑也在那乐我啊 那词儿念撞卤包 那咱开始撞卤包 好嘞 开火 开火了 可以 好嘞 我们这儿呢有这个 福利门花生点有 很适合啊 煎东西 当然啊 您这儿叫撞 撞 好 开始撞了 那就往里搁就成了 对啊 这么简单就是 转着圈搁 哦 转着圈就搁 对 这互相之间 有没有间距的标准吗 有切一点就行 一个挨着一块 哦 挨着一块 这样它起锅之后 它那个连起一块 哦 它要最后连的一块 对 您现在搁的这个方向 您可以跟我们说 就是等于是您 没捏褶的那个 纸包的那边 在底下 上面光滑的这个 高的这部分 在上边 对 这怎么讲这话 盘着的时候 我们弄一下底面好看 哦 第一 底面好看 把竹包揭成金黄色 然后我们倒上面浆 好嘞 等会儿 您的面浆都是什么调的 20克面粉 大三百五十克 所以 盖盖大火五分钟 现在我们煎成金黄色的杂志了 我们开始淋油 淋油 好嘞 先淋上油 然后关上火 盖上盖 然后迈两分钟 就可以了 你看两分钟差不多到了 咱现在是不是给看一眼 合适不合适 对 好嘞 打开盖看一下 嘿 我听这声就觉得特别的远 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堵壁子放在炉包上 哦 要放一个 然后再把盘子盖上堵壁子上 哦 专业的事就得您专业的人来做 嘿 好 这整个都出来了一个 漂亮 这碗脆 对 那咱开始吃吧 我先来啊 好嘞 好嘞 这里面脂粉特别的充盈 而且这个肉啊 每一口咬下去 它也有这种嚼劲 这个皮啊 一面是脆的 一面是软的 吃起来这口感特别丰富 我相信沐原老师在家 一个吃这么两个没问题 是不是 在高蜜我们尝到了这种非常正宗的这种高蜜卤包 而且也感受到当地人民的这种存活 总有这么一种自己都回到家的这种感觉 卤包制作步骤 第一步 面粉加入酵母 加水和面 发酵一小时 第二步 猪厚肘肉切丁加入酱油 蚝油 鸡汁 拌匀后腌制 第三步 腌好的猪肉馅加入切断韭菜 姜油 葱油 鸡汁拌匀 第四步 面揪成剂子 擀成面皮 包馅 做出卤包坯 第五步 卤包坯放入锅中 小火三分钟后 淋入面粉水 调大火五分钟 关火后淋油焖两分钟 即可食用 严选鸡肉 才能够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优质米面油 认准福灵门 本节目由中凉福灵门 冠名播出 一会儿我要去看着我 特别好吃的其他地方 美方的美食 谢谢 好嘞 再见 在高米 真的人呢 非常的蠢 您吃上一个热气腾腾的 高米炉包 是异苦思甜的记忆 哎呦 那简直就是依赖和习惯 山东快梳里还唱道 来到维方有一道菜 必须要吃 名字叫做朝天锅 据说这朝天锅 与清代著名画家 文学家 正板桥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维方的父母官 正板桥 还专门为这道菜 颁布了一道政令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道美味 从清朝到现在 都特别受维方人的喜爱 今天范晓二就带您一起学做这道 流传几百年的维方朝天锅 您这忙着呢是吧 我看这么多人排队 咱这名档真忙我 来之前就好多人跟我说 在维方想要吃到地道的这朝天锅 必须给找您 您做这个给多少年 二十三年了已经 二十三年 那您做这个肯定特别有讲究 我今天能在旁边跟您学一吧 我先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朝天锅的原理 我们去用这个猪下水 有这个猪头 猪舌 猪肚 猪大肠 猪心 观众朋友们 您去买这些猪下货非常方便 有些呢甚至都已经帮您 焯好水了 买回来都是半成品 所以您在家呢 做这样的朝天锅也很方便 对对对 可以煮了 好嘞 这个就是普通的清水 现在快开了 我们直接把它放进去是吧 猪舌 猪心 然后我这边是猪肚跟猪大肠 半肆的猪头 对对 然后呢加入我们这个准备好的 我们的大葱 好 大姜 大酒 食盐 不要加别的一些调味料 原汤原味 明白了 说起这个朝天锅 它的名字呢 还有一个历史渊源的 那您给讲讲 清朝这个千龙年间 这个维宪县的正版球 威福思宝 到了我们这个维宪大吉 口称一个十万之中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中午的吃饭 它就成为其 其血民情的县令呢 就让随从 支起一口大锅 就跟这么大一样的锅 对 这个还要大 还要大 还要大 民众就是为锅而作 自己可以带的一些干粮啊 你喝着一口热汤 那那个锅里 是不是跟咱现在一样 也都是这种 猪下货 对对 这个锅屋盖 面朝天 所以称为朝天锅 那您接着怎么做 下一步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拉搭饼 拉搭饼 对 那怎么做 面粉 您需要面粉 好 我们这儿有福尼门核桃面粉 好 好 就这么做 对 一定要有温水 这个面团 它饧发得快 好 而且柔软 对 这个拉搭饼 它就讲究这个面 面团就是一定要软 把它做成面团 都成匀了个的这种剂子 一个也有一两面 它不够了 对对对 在咱装盘盖板膜 饧一下 饧发半小时 嗯 当时已经出来了 对 还要再煮两个 对 我带你看一个我们的蜜诀 您还有蜜诀呢 对对对 登登登登 这是一锅 这是一锅汤啊 对 你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当地两年以上的老母鸡 对皮的驴肉 还有丰富的这个胶质 跟那个一个进行一个混煮 目的呢 就是给它那个汤 给它一个提鲜 慢一点慢点啊 没问题 煮肉的一个原汤 70% 提味的汤 占30% 好 再开火 对 一直煮出烂 对 咱开始是不是做这饼了 对 好 这个饼落好了 麻烦小米哥把那个煎饼成功拿过来 哎呀 这个一点油都不搁 就直接往上搁 对 这个这是一个补饼 这是不用油的 这就有点像烤的那种 囊什么的 一点不加油 有点意思 我明白了 下一步我们就做我们的一个灵魂调料 灵魂调料是什么呀 炒一个芝麻盐 炒芝麻的是我们的一个去皮的白芝麻 已经去了皮的白芝麻 对 这个呢炒这个芝麻呢 一个绝窍 就快炒芝麻 慢炒豆 这个芝麻呢 一定要快火 炒出来它这个格外的香 明白了 加入我们这个盐 加入盐 炒了以后这个盐格外的香 你看这个颜色都变成一种 黄色了 金黄色 香味基本上就已经出来了 下一步我们一制我们把它擀制 这个呢就是用力一定要匀 有80%的粒都破开了 它还剩下20%的粒就不需要 完全能破开 太粹了也就没有那种口感了 明白 这个肉就熟了 先用这个筷子先擦一擦 你看 还有看 哎呦 透了 这样就达到我们这个效果了 这脱头肉都煮得中 蒸到火了 我北京还要飞了 我跟你说吧 全都烂烂的 烂烂的 肥而不腻 对 你看这个猪肚里面我们处理的 基本上就多干净 这个干净 这个呢 这个切多大个呢 就是这个切成条 就像我们这个筷子粗细的条 对 一尝 可以卷起来了 您看着啊 这怎么卷法 放好以后 撒入我们的芝麻盐 撒芝麻盐 对 等于它这一头啊 是煎的 一头是这个稍微大一点宽一点 但是呢实际上所有的汤或者肉 它都流不出来 因为底下已经封死了 对 这个头朝前对吧 对对对 先来一口 怎么样 哦 好吃 味道呀特别的烂 入口即化 特别的香 因为那个围方人呢 在当地这个吃个吃饭呢 都要离不开这个大葱 整个身体都离不开大葱 对对对 那咱加一个大葱 是不是那个口感 味道上有一种 嗯 瞬间变成了一种生化 嗯 这咸菜是吧 对对 朝天锅制作步骤 第一步 废水锅内加入超过水的猪杂碎 葱 姜 盐 八角 小火煮两个小时 第二步 母鸡驴肉加水熬汤 并加入猪杂碎汤中 小火慢煮 第三步 温水和面 做出卷饼 烙熟备用 第四步 脱皮的芝麻加入食盐 大火炒至金黄 擀碎备用 第五步 煮好的猪杂碎切成条 卷入饼中 加入芝麻盐 即可食用 来 陈大叔 哎 除了吃咱的朝天锅 嗯 您还有什么好的知识 你吃这个朝天锅 如果得搭配上我们 维线四大粮菜之手的 芥末机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绝辟 那这芥末机 谁做得最好 我向你推荐一个 我的师兄 李大厨 李大厨 他对这个 维方粮菜 尤其这个芥末机 是深有研究 太好了 这样呢我就可以学会 做这条家庭版的 维方芥末机 哎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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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陈大厨的师兄是吧 我是李学伟 哎呦 李大厨 李大厨 您是给我们来做那个 著名的芥末机 是吗 是的 太棒了 这个芥末机呢 在我们维方的凉菜当中 套称我们四大凉菜之手 四大凉菜之手 那您给我说说这四大凉菜吧 首先就是咱这个芥末机 这芥末机排第一位 您听听了 拌辣瓶 拌辣瓶第二位 麻痣杂瓣 就是麻酱拌杂瓣 对对对 好嘞 还有一个就是酥锅 好 咱找学问了 那咱就做这道芥末机 您先说第一步是什么 首先第一步是焖芥末 焖芥末 您是要芥末还是芥末籽 芥末就是这个芥末籽 这个呢 就是原来这个芥末粉 没磨之前就这小芥末籽 让我发 割入这个黄芥末粉 好嘞 综合它这个味道 米醋 米醋 这个也是中和芥末的味道 一点香油 这才是烫芥末 好 这个水等于是 先没过这个芥末 拌匀 对 拿保鲜膜 保鲜膜 来咯 您来一嘴 这还有讲究 为了让这个芥末发得更好 这保鲜膜 咱不能悬空 对 轻轻地要跟这个芥末 有点接触 接触 然后 继续烫 明白 这个大碗 这碟也给加开水是意思吗 加开水 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 人家这有窍门 底也搁一碗热水 上面用保鲜膜给它保住了 所以它温度非常的均匀 把十分钟 好 放在一边 下一步 焖白菜 焖白菜 这白菜还要焖一下 焖菜要焖一下 这白菜跟这个芥末鸡有什么关系 白菜就是这个芥末鸡的主要配料 主要配料 对 我看您挑这白菜 这个挑的都是这个关键部分 白菜帮子 对 煮完以后 它有一点脆度 咔嚓嚓之的脆 白菜放在水里 再拿个花椒 花椒 这个煮白菜要搁花椒 要搁花椒 它这个味道 这个隔壁清香 一点盐 一点盐 这个白菜呢 就是大火开锅以后 这里可以了 好 它煮开了之后 这个花椒味儿特别窜 对 拿米醋 米醋 对 这样翻一下 扣上这个盘子 扣上盘子 凉透 凉透 好嘞 用戳白菜的这个水 香菜 超香菜 就是让它脆那一点白一点 咱也回家试试 烫一下 让它变甜了 还变脆了 下一步 咱们要煮鸡 对 最好适应当年的这个小公鸡 最具代表性的 你看它这个灯枣 哦 就是小短子的 它就是小公鸡 对 花椒水跟煮鸡 好 那边呢水已经开了 开了 是不是该煮鸡了 煮鸡 煮鸡 开水下锅啊 来一点香料 香料 八角给您 放一粒八角 花椒也是一点点 这个鸡啊 是吃它的清香味 香叶 小茴香 姜片 葱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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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盐 来加一点盐 哎呀盐 大火转小火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好 好的 要盖盖 切白菜 切白菜 咱那白菜也焖了十来分钟 对 好香呗 白菜的清香 还有一些醋的香味 对 对对 把它片成活刀片 那个横接面更大 调味的时候入锅 对 对吧 切香菜 切成分锅 嗯 煮好了 鸡肉 嗯 等一下 这一面就觉得眼泪都颤了 这感觉特别囤啊 对 捞鸡 一开锅盖 这香味就出来了 对 虽然调料多度多 但是这鸡肉的香味 彻彻底底的在这空气中弥散 你也说我们不要晾一晾是吧 把它凉透 凉透 一会儿 咱这好掰啊 披丝 哦 顺着它那个鸡丝 鸡丝 等于给它开成那种长的 就丝成这么大小就快捏 都准备好了 拌芥末鸡 来 芥末 嗯 一勺够了 再一点白糖 白糖 盐 盐 给您 酥 香油 香油 好嘞 给它调匀 把这芥末醋 香油 还有盐白糖给它拌匀 对 把鸡肉放进来 让它先入个味儿 白菜要挤一下水 哦 这块白菜要挤水 好了 咱们一开始调 嗯 在这闻上了那种特别串的 那个芥末味和醋味 好了 哎呀 高高堆起 漂亮 这道维方有名的凉菜啊 芥末鸡咱就做好吧 嗯 菜好吃 鸡皮 破脆 弹牙 鸡肉 是那种嫩嫩的 里面充满了汁水 大厨 今天啊 在您这儿学了这个 维方的名菜 芥末鸡 真的非常感谢啊 再次感谢李大厨 真的 芥末鸡制作步骤 第一步 芥末粉加入白糖 米醋 香油调匀 开水隔保鲜膜 焖烫10分钟 第二步 废水加入花椒 盐 白菜帮煮熟捞出 加米醋浸泡 香菜焯水备用 第三步 废水加入鸡块 八角 花椒 香叶 姜片 葱 盐 小火煮30分钟 第四步 白菜切片 香菜切断 芥末搅拌均匀 第五步 将鸡肉丝条 放入芥末 糖 盐 米醋 香油 白菜 香菜 拌匀即可食用 俗话说 这一方水土 养于一方人 这维方的美食 简直就是维方的一张 活名片 您吃上一个 热气腾腾的 高密卢包 那简直就是 依赖和习惯 是一苦思甜的记忆 如果您吃上一个 有汤 有肉 有饼的这个朝天锅 您就觉得 好 维方是一个 有历史沉淀的城市 再尝一份 这个 咸鲜可口的 这个店鸡 您就立刻能够 感受到这个 维方的饮食文化 所以啊 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 赶快来维方 您就可以尝到 当地的地道美食 顺便 您能感受到 风整之都的 舌尖记忆 咸鲜可口